大家好 華記3月30日報導 今天要講講最新的俄烏戰爭的戰況 基於上星期莫斯科的音樂會受到恐怖襲擊 矛頭直指烏克蘭的恐怖組織 現在俄烏戰爭已經變成一種反恐戰爭 歐美國家嚴厲譴責恐怖襲擊 普京動了真火 連續三天 瘋狂轟炸機庫 炸到電力設施、水庫、軍事基地全部履喚敗雅 現在開行火力 全力轟炸 不派地面部隊 一味狂炸 在這個情況下 烏克蘭的 澤連司機向外求援 大家要幫幫我 給我一些武器 烏克蘭的防空設備 抵擋不了俄羅斯的轟炸 所以現在 幾乎上城的手都炸到面目全非 烏克蘭的命運是怎樣 看到俄羅斯的 國防部長 說過不了5月20日 有幾個原因在後面 第一個原因是 在5月20日 澤連司機 榮登烏克蘭的總統 然後就開戰 在這段戰爭期間 澤連司機說 進入非常時期 戰爭狀態 烏克蘭就停止一切選舉 其實人民 不能選烏克蘭的總統 但去到今年5月20日 其實已經拖無可拖 可以說外界對於澤連司機的地位 有動搖 俄羅斯直接將烏克蘭的澤連司機 相信會立即 將他殲滅 所以 我們覺得 俄烏戰爭 應該打完 未來 世界局勢 希望 慢慢穩定下來 不要那麼多戰亂 因為看到 戰亂死了很多人 我們希望 我們國家也希望 以和為歸 拭目以待 究竟澤連司機 他過不過到5月20日 大家看著 大家好 我是華記 好消息 接下來 4月13日和14日 我們在半島酒店 有個投資大阪民宿的廣告 我們在去年 有個世紀陽光大廈 火速壽慶 今年我們有一個全新的項目 加入了一個創新的元素 就是在大阪住民宿 都可以加入 風呂 我們有一個室內的風呂獄 以及有一個戶外的風呂獄 而這個風呂獄 是對著我們大阪的地標 杜頓骨 從我們的大廈走過去 大概步行距離是4至5分鐘左右 非常之方便 他的英文名叫做 Landmark Sunshine Tower 顧名思義 地標 去深齋橋 蘭波 杜頓骨 都非常之方便 除了 頂層有個風呂獄之外 我們在下面 都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就是有地鋪 有5間不同的地鋪 有cafe 有腳底按摩 有美容 有美甲 還有24小時的 網紅直播室 歡迎世界各地的網紅 來入住和直播 我們側近這一個 就是 世紀陽光大廈 現在已經是起到一半 很快 中間就是 櫻花陽光大廈 而我身後這個 就是大阪的 陽光大廈 信眾要求 除了星期六日 4月13號 和14號 我們會有兩天的 大阪 民宿投資 講座 很多網友想 晚上來的 我們加開多一場 就在4月13號的晚上7點 在半島酒店的六樓 歡迎大家WhatsApp報名 多謝 到時見 拜拜 拜拜